哈利路亚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真切地祝愿大家 祝愿大家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这时间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求主帮助我 求主改变我的命运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03篇 三节一二 他奢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哇 这是非常庞大的 能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也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而且只有上帝有这权柄 只有上帝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只有上帝是全能的 我们找一下诗篇97篇9节 上帝能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而且上帝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啊 那么在这时间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同聚在一起 在这宝贵的时间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为的是我的生命得救赎 为的是可慕着天国的祝福 不仅使自己得救赎 使我的儿孙得救赎啊 这是非常庞大的恩典 这是非常庞大的允许 那不 而上帝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不仅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不仅使我的家庭 家人得救赎 还能使我的国家 使这个民族得救赎啊 那么在这世上 人追求宗教 那到底什么是宗教呢 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那算得了什么宗教呢 很多人想赚钱 大家知道我的心思在钱财上 这时候我内心是邪恶的 是恶劣的 真言二十二章一节 因为钱财是管理的对象 钱财仅仅是支配管理的对象啊 格林德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 格林德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呀 那么内心有些人 有些人的内心追求钱财 甚至追求名誉 那传道书九章三节 我们内心怎么都是癫狂了呢 上帝的话语是爱 上帝的话语是责备啊 因为上帝爱我 所以责备我 管教我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而很多人 为了讨人的欢心 讲好话 那就是假的讲道了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为什么很多信徒成了假的信徒 爱听好话 爱听讨人欢心的好话 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不爱听真理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大家知道罪恶 有罪恶就有灾难和咒诅啊 那么 韩国曾经被日本人侵略了很长时间 当人犯罪了 就会沦落到这样凄惨的地步啊 不向上帝认罪悔改 不归向上帝的时候 就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地步 曾经很多宣教师来到韩国传福音 把这么珍贵好的福音传给国家的时候呢 韩国人很傲慢 甚至杀害了宣教师 没有领受福音 反而排斥了福音 这时候导致韩国就被日本侵略了四十年之久啊 我们的内心 我的心思在钱财上的时候 赶紧承认 哎呀我连动物都不如 甚至是灭亡的畜类而已啊 那不足的普通 我平洋牧师跟大家做过见证 在美国呢 美国的财务司司长 他为了兑现他当年结婚的时候的诺言呢 他提交辞职 为的是兑现他跟他妻子的一个诺言 带着妻子去旅游了 而在韩国呢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 说谎言 编造 甚至陷害别人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名誉啊 与上帝同行的 是超乎了这一切 与上帝同行的时候 有爱心 不仅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也能爱人如己 能拯救身边的灵魂 有忠心 有诚实 这才是真实的幸福啊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好的幸福 为什么说很多教会成了假的教会呢 因为不悔改啊 读了圣经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 不悔改 不认罪 不改正 诗篇19篇7节啊 那么诗篇97篇 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因为你一和华至高 超乎全地 你被尊宠 远朝万神之上 阿们 上帝告诉我们 这世上人呢 人都是说谎的 而且人都是属魔鬼的 文马书三章四节 那么一个人如果编造一个宗教 那能叫宗教吗 以人做 把人当成这个宗教的教主的话 这能叫宗教吗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十三节 上帝是全能者 而且上帝是最高的神 最大的神 上帝所做的事情 人是不能阻挡的 人更不能干涉上帝所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世上 很多人以为命运是不能改 因为上帝所主宰的事情 人是不能改变的 而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允许 上帝给了我们这最庞大的奥秘 正是主耶稣基督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也得到赦免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让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再组一遍十篇九十七篇九节一二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 你被尊宠远超万神之上 阿们 那么耶和华上帝在做事 那么人编造的一切 那都是说谎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那在这世上为什么人有了这么多宗教呢 因为人内心可目的是答案 而这答案只有圣经的话语给我们答案 那只有这主耶稣福音是真实的答案呀 那么这应许是全能者上帝和我们人下的应许 那么全能者上帝要居住在我的内心 这正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是信心呀 以赴所说二章八节 我们很多人说我信主 我信耶稣 而我以为我信 而这个信并不是真实的信呀 雅各说二章十九节 那魔鬼都信上帝 只有一位呀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可目这份信心 求上帝赐予我这信心呀 求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主耶和华上帝 居住在我的内心 使我获得这份信心呀 我们呼喊阿们 在这时间领受这份信心 因为全能者上帝 那么全能者是什么概念 什么都能做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上帝是全能的 是主宰所有的事情 是全能者上帝呀 那耶稣来到这世上了之后呢 马太夫人十章一节 耶稣给了他的门徒权柄 能医病赶鬼 那么在这世上 很多的教会有门徒的培训 有门徒的教育 那什么是门徒的培训 什么是门徒的教育呀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啊 我们要认识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的罪恶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得救赎 使我归向上帝 那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保险 向上帝认证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因为这是上帝 给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而当今很多的教会 有认识这上帝的奥秘 有承认着上帝的奥秘吗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都在查看 而且如实的 一一的返还给我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一到五节呀 我们人身患重病的时候 很痛苦 生命节二十八上二十节 有时候上帝为了治我 先没收我的钱财 在这世上 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呢 就已经把财富 钱财全给了我们 而我们吃饱喝足了 就傲慢 骄傲 离开上帝 甚至远离上帝 违背上帝 背叛上帝 和下书四章七节 那上帝为了治我 就把这钱财没收了 那么 钱财被没收了呢 还不醒悟 还不归向上帝的话 那上帝就给我身上疾病 身患重病的人 赶紧警醒啊 赶紧归向上帝啊 那么 今天我们是有希望的 任何人 我们都是能行的 我们呼喊安门 在这时间 我们求上帝 赐予我信心 使我领受这允许啊 上帝告诉我们 这仇敌是谁 我的肉体 就是我的仇敌啊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 那么 紧接着上帝也告诉我们 自家人是仇敌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 为什么很多人 哎呀 因真心相爱 最终结婚了 为什么结了婚 结了婚反而 不如以前 谈恋爱的时候 那么亲密了呢 而这一切 也是上帝在主宰的 因为上帝 是让我们通过 眼前的事物 能够向上帝 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 真言十九章三节 因自己的罪恶 在杀害自己 其实杀害自己的 就是自己啊 自己的罪恶 在杀害自己 那么 那么 那么上帝先取走 谁的命呢 这个家庭里 谁最 谁最珍贵 谁最好 那往往就先丧命 那大家知道约瑟 他的哥哥们 妒忌约瑟 要杀害约瑟 而结果呢 因约瑟 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啊 这正是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旨意啊 在这时间 我们求上帝 饶恕我的罪恶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上帝医治我的疾病啊 那很多人说 哎呀 那全能者上帝 不认可其他的宗教吗 因为上帝 只有上帝是全能的 只有上帝是唯一的主宰 是真神啊 在这时间 我们来到主面前 并不是为了只看顾自己 只顾自己啊 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旨意 是庞大的 是恩典 我们领受了这么庞大的恩典了 不仅使自己得救 要帮到身边的人 使身边的灵魂也得救赎 使身边的灵魂也领受 这庞大的恩典呀 是传福音呀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恩典 是最大的爱呀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大家也知道非洲 非洲乌干达 朴牧师也去过非洲乌干达 传福音了 那么当时 有很大的一个运动场 不足的普通 我朴牧师 什么都算不上 那么当时 有那么一个复兴会 我朴牧师也去参加了 那么当时 那么当时朴牧师 全讲福音的时候 当时当地的那些教会的 所有的牧师啊 还有家人 都愿意 受这个按手祷告 因为我的内心 渴慕这福音呀 这主耶稣基督 医治了我的疾病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给我的心灵 使贫穷的心灵 领得救赎啊 而且只有主耶稣基督的 保险赦免我的罪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 保险解决这罪恶的问题呀 我们找一下真言 十章二十四节 因主耶稣基督 使我做义人啊 我们找一下真言 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呼喊阿门 是承认主 承认主耶稣基督 承认上帝的儿子 承认上帝的话语 而且阿门是遵行 顺从上帝的话语 在主耶稣基督里 上帝的允许全是顺从 全是阿门 是的 格林多侯书一章二十节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五节 而且我们要认识主 奉主的名 求告上帝呀 那么很多人 在这世上 我们嘴上喊着主啊 主啊 却不认识主 甚至也不承认主啊 那么主是谁呢 主就是基督啊 马太腓十六章十六节 主就是基督啊 因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向上帝认罪悔改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才能得到赦免 那这正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呀 那么基督 就是我们信赖的这位主啊 那么基督 是让我们合一合目的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罪人 而且我们人都犯罪 罗马书三章十节 我们犯了罪了 犯了罪之后 为什么不懂得悔改呢 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罪 不悔改呢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永远 阿们 我们很多时候 意识不到 我已经成了恶人了 甚至 我是恶人还是义人呢 我是属于恶呢 还是属于义呢 我自己却察觉不到 没办法警察自己呀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 才是义人呢 我始终犯罪的时候 还是个恶人 那么义人的心愿 能得到实现 那么大家的心愿实现了吗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为什么始终不幸福呢 哎呀 我的疾病 为什么得不到医治呢 我的儿女 为什么始终找不到 好多工作呢 那如果我是义人的话 我的心愿都要得到实现呀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这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上帝的话语 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语 洗净我 说明我一切的罪恶 而且上帝的话语 医治我 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我们呼喊阿们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的时候 我的心愿能得以实现 那这心愿里就已经包含了 哎呀 我这疾病要得到医治啊 在这世上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有出息 能成功啊 以赛亚书49章15节 上帝爱我 要超乎 在这世上母亲的爱呀 父母因不好的处境 或许能 丢弃甚至离弃自己的儿女 而上帝绝不离弃我 上帝绝不放弃我 上帝绝不舍弃我呀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 以赛亚书49章15节 上帝爱我 这爱是超乎这世上的母爱呀 在这世上 很多人说 哎呀这宗教是自由的呀 可以信其他宗教啊 这样的认知太幼稚了 只有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只有上帝抑制我一切的疾病 其他的宗教 那全在这上帝下边呀 唯独上帝能使我的内心平安 唯独上帝是赐给我信心的 在这时间我们求上帝赐予我这信心 求上帝赐给我圣灵 求上帝抑制我的疾病 所以我身患重病的时候呢 我身患重病的时候 就像病人要在医院里 住院一样 就踏踏实实地来到教会 投靠上帝 业心指一心仰望上帝呀 罗马书15章13节 获得信心的礼物 求上帝赐予我这信心 获得这信心 能使这疾病得到医治 我们会把阿门 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上帝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这已经告诉我们 这世上只有权能者上帝是真神 真言13章21节 因我们人犯罪了 所以遇到痛苦 所以遇到一些困难 以色列書59章1到3节 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是因为我有罪 因我的罪恶 使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所以我们人要向上帝认罪悔改 向上帝呼喊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为什么上帝如此地强调 这个罪恶呢 因为我们人内心都有罪恶 马太福音事物上19节 大家知道我们心里出来的 这都是罪恶 有恶念呀 有淫乱呀 有不好的想法 甚至有凶杀 这一切都是罪恶 而我们人却不懂得分辨 我们找一下真言26章25节 我们嘴上讲好听的话嘛 而我们的内心却藏着 欺账可赠的罪恶呀 我们说在这世上 很多伟人写自传 他在写自传 他的名字也不会被 保留下来呀 诗篇112篇留 诗篇112篇6节 只有遵行上帝旨意的 才能留下美名啊 只有义人的名字 能居天国的人 才能留下美名啊 真心的志愿 大家领受着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真言26章25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用甜言蜜语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阿门 马太福音15章19节 我们的内心 我们心里发出来的 却是罪恶 能误会我们啊 我们找一下 约翰一书三章六节 我们犯罪的时候 始终是没能 未曾认识上帝 上帝居住在我的内心 上帝居住在我的身上 而我内心为什么没有服侍上帝呢 因为我始终犯罪呀 我们犯罪的时候 都有这罪恶的代价 为什么有交通事故 为什么有很多死亡事件呢 真言13章21节 因罪恶 因罪恶 所以有灾难咒诅 因罪恶 所以 有可怕的事故啊 大家知道据说 韩国的交通事故 死亡率 在世界能排第一第二呢 上帝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了 而我们为什么不爱听真理 为什么不爱听上帝的话语呢 约翰三章19到20到21节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很多人不爱来我们教会听讲道 为什么呀 那些属魔鬼的时候 就不爱来听这上帝的话语 很多人说 哎呀 大家知道 因我们犯罪了 我犯罪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这个罪恶的代价 就是有灾难和咒诅跟着呀 而且这罪恶的代价 这灾难咒诅也留给子孙三四代了 为什么很多人出生的时候 就带着疾病出生 甚至很多人出生的时候 就是以残疾出生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命怎么这么的残 哎呀 我的事情怎么就是这么不顺利呢 先警察自己吧 你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啊 你以前是怎么对待上帝的呢 那你的祖宗在上帝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向上帝认罪悔改呢 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呢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九段悔改呢 和马书四章六节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平安的 是幸福的 在这世上 哪里有幸福啊 光有字面上的幸福 哪里有幸福嘛 有谁尝试真实的幸福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因主耶稣基督使我的内心领受的是幸福 是庞大的幸福 这时候内心心灵是平安的 在这世上我们人追求的是 哎呀吃得不好没关系 图个平安 都图个平安 而到底怎样才是平安 而到底怎样才是平安呢 只有这福音里面有平安 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啊 大家知道我们犯罪了 就因罪恶导致身上有疾病了 大家知道有了电脑之后 有很多的方便 但是因有了电脑之后 这罪恶也加增了不少 那罪恶加增了不少 因罪恶就有很多的疾病啊 罪恶导致疾病 罪恶导致死亡啊 罪恶越多 那疾病也越多了 大家知道非洲 非洲的祖先曾经都是 与上帝作对的 那现在非洲这么的贫穷啊 当时朴牧师去非洲 在乌干达的时候 那么招待的那位人 算是很有钱的 而他也告白 他也生患了艾滋病 非洲大部分人都生患了艾滋病 那这都是因为罪啊 因为犯罪了才生患重病 生患疾病 那么我们要醒悟过来 罪恶是什么呢 罪恶是属魔鬼的 因罪恶使我们没办法认识上帝 约恩书三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阿们 我们犯罪了 就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犯了罪了 就不可能认识上帝 很多人 哎呀我上了神学了 我读了神学 就认识上帝了 那么也从来没有认罪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罪 我内心 以夫所说二章 上帝居住在我身上 上帝 我的内心 我的身子都要圣洁 服侍上帝 使我的身子 使我的内心 做上帝居住的圣殿 而我们为什么不悔改呢 那么这次 下真气的祝愿大家 每个人都蒙召唤 每个人都蒙召唤 做主的仆人 获得能力 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那么不足的仆人 我嫖牧师呢 我悔改 我悔改了多少的经文 我悔改了多少经文 就有亮光 那么 相信在这时间 因主耶稣基督的光 照亮我们的内心 赶走了恶魔恶鬼 赶走了一切的恶魔恶鬼 我们犯罪了 不可能认识上帝 也不可能 见上帝 那么愿意书三章八节 我们再读一下 愿意书三章八节 一二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阿们 大家知道好端端的一个人 犯罪的那一瞬间就属魔鬼了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听新闻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遇到交通事故 整个家人全遇害遇难了呢 犯罪的时候是属魔鬼的 被魔鬼牵引的时候 魔鬼呢 有灾难和咒诅啊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犯了罪了就有灾难和咒诅 犯了罪了就有罪恶的代价 很多人 周末去哪里玩 或者是说节假日去哪里玩 那么突然遇到事故 溺水身亡啊 各种各样的事故 那么 在今天我们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不管阿们 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属魔鬼了呀 被魔鬼所牵引呀 那么在这世上 谁能 谁能战胜魔鬼呀 那些巫婆搞邪术的 那都是属魔鬼的 被魔鬼牵引 那这世上的学问 这世上的理论 那都是属魔鬼的 雅各书三章 15到16节 那这世上的学问理论 该怎么办啊 很多人花钱学习 学了很多知识 那这些知识 该怎么使用呢 大家知道在美国 在美国有很多韩国人 至少一个人 有三个或者四个博士学位 尽管这样 也是个开餐厅的 或者是开洗衣店的 不是学位 能赶跪吗 不是的 不是学位 这世上的学位 世上的理论知识 全是属于恶的 为什么学的越多 犯罪也越多呢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啊 上帝赦免我的罪 上帝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是最高最大的神啊 这已经告诉我们 其他的宗教呢 什么都算不上啊 在这事上 很多人不知道 不明白 把其他的宗教 当成一种宗教 那有些说 哎 那人家那宗教 好像也能赶鬼啊 那人家那赶鬼 是用大鬼赶小鬼 那不叫赶鬼啊 只有圣灵能赶鬼啊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礼 受洗礼了 才能获得圣灵啊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求主医治我的疾病 那么上帝给我这疾病 为的是治我 让我通过这疾病 能够归向上帝啊 那么 我身患中病的时候 还不醒悟 还不悔改 还不归向上帝的话 那这疾病 就要落到儿女身上 我遭受的痛苦 也落到儿女身上 为什么当今很多医院 都在询问 哎 您父母是身患 什么疾病去世了呢 比如说父母身患肝癌了 父母身患癌症了 那 或者是胃癌啊 那大部分儿女身上也会有相同的疾病啊 世上的学问 世上的理论 世上的学识 那都是属于罪恶 是属魔鬼的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那世上的学问 学得越多 反而变得更坏 那这世上的学问该怎么办呢 我内心服侍圣灵的时候 我内心服侍圣灵的时候 支配管理这世上的一切的学问和理论知识 我们要真实的做人啊 我们要首先获得圣灵 我内心要属于圣灵 属于圣灵了 属于圣灵了 属于圣灵的人 赐给我圣灵做平均 那么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礼 那这洗礼是什么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礼 就是意味着 我的自由 就是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完全没了 只有主耶稣基督活在我身上 这才是受洗礼啊 是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这才是受洗礼 只承认主耶稣基督 只有主耶稣基督活在我身上 这才是受洗礼啊 那么基督 基督就是我们的主 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 基督是教会的全身 基督就是教会的首脑啊 那么 我们找一下 以夫所说四章三十二节 以夫所说四章三十二节 唯独靠 主耶稣基督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切断悔改 世上其他的宗教 世上的学问 那仅仅是初等学问而已 世上的一切理论知识 世上的 凡是属于世俗的 那都是 初等学问而已 加来它是四章九节啊 是幼稚的 是懦弱无用的 那什么是最高尚的学问 是这福音啊 是圣经的话语 在这世上 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 把世上的理论知识 摆在上帝面前呢 世上的学问 理论知识 那全是初等学问而已 凡是世俗的 那都是初等学问 而这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呀 因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这是多么庞大的奥秘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呀 上帝给我疾病 上帝让我身患重病 为的是治我 为的是让我赶紧归向上帝 我投靠世俗 我投靠理论知识 投靠世俗的文化的时候呢 上帝会治我的 为的是让我赶紧归向上帝 哥伦多后书十章五节呀 而不相信上帝话语的 那就是最大的罪 藐视上帝话语 侵蚀上帝话语 那是最大的罪 约翰福音十六章九节呀 一幅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在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 那么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章回改 为的是属于基督啊 尼西米纪九章一到五节 有提到 是怎么认罪悔改的 那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那么 基督是我们心里的盼望 那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我的罪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血得 就 我的罪因主耶稣基督的保血得赦免呀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上帝医治了我的疾病 而为什么我们还背叛上帝 甚至离开上帝呢 如果我们背叛主的话 因背叛主 人生变得很凄惨的 而且因背叛主 导致儿女变得很凄惨呀 民书记十四章三十三节呀 只有在基督里 我的罪能得到饶恕啊 唯独在主 唯独在基督里使我的罪得到饶恕 唯独主耶稣基督的保血 赦免洗净我一切的罪恶 那么 不爱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赶紧承认 哎呦我是个恶人呀 我内心是属魔鬼的 所以不爱听上帝的话语呀 约翁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那么在韩国呢 最近很多人还在推崇这些医疗保险呢 说这医疗保险要 就是要提高医疗保险 那美国呢 无论是在美国 整个世界都在推崇的是 这医疗保险 保险制度 医疗制度 而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上帝能抑制我一切的疾病啊 上帝能饶恕我一切的罪恶啊 我们人是要归向上帝的 通过我的疾病 通过我眼前的痛苦和问题 我能向上帝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 这才是有福的人啊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我们都做有福的人吧 在基督里 我的罪恶得到饶恕啊 上帝医治我的疾病 上帝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上帝能使我不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只有上帝医治我 不仅使我得救 使我的儿女得救啊 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啊 不遵行上帝话语的 不照着上帝话语而活 那就是假信徒 假信仰 上帝命令我们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真言十八章一到二节 而当今因我内心的小小的贪婪私欲 就分离 搞纷争 搞党派 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啊 上帝命令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不遵行上帝的命令 爱人如己呢 题目在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为国家的总统祷告 我们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我们为身边的邻居祷告 这是上帝的命令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为身边所有的人祷告 这才是上帝的旨意 而我们当今很多的教会 为什么不遵行上帝的命令 反而毁谤他人 排斥他人 辱骂他人呢 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每个人都醒悟 都警醒吧 我们都要警醒啊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 我的疾病要得到医治啊 只有上帝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啊 那么这位上帝是谁呢 我认识这位上帝吗 这上帝就是我们的父 就是我的父 因信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奥秘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儿女 把这好的祝福 把这好的允许留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呼喊阿门 很多人很怕 怕丢了工作 被炒了鱿鱼 那么认罪悔改吧 罪恶的代价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所以提心吊胆 担心忧愁的时候 向上帝认罪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求上帝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罪呢 是我怎么得罪 我犯了什么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只要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命运能得到改变 靠着主耶稣基督 上帝使我们不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我们的内心只一心意仰望上帝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向上帝呼喊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愿一书一章九节 只要向上帝承认自己是罪人 只要承认自己的罪恶 上帝就饶恕我们 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的时候 魔鬼就退去了 相信在这时间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不遭受灾难和咒诅 上帝听一人的祷告啊 我们要为国家祷告 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上帝的命令是让我们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啊 而只有一人的祷告蒙垂听 恶人再怎么祷告 那都达不到上帝那里啊 我们一起呼喊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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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 是我错了 是我犯罪了呀 是我犯罪得罪了上帝 主啊 感谢上帝使我醒悟 感谢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求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求上帝帮助我 使我内心只一心一意 爱上帝 投靠上帝 求上帝赐予我信心啊 全能的父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上帝的奥秘 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 靠着主耶稣基督 做上帝的儿女 我父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我父上帝 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是什么 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啊 因罪恶 使我遭受灾难和咒诅 因罪恶 使我生化了重病 在这时间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归向上帝 向上帝认罪悔改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 我们相信上帝改变我的命运 使我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